字幕志愿者 李居明大师 会客室 林奇你好 各位网友好 首先要恭喜师傅 因为师傅在网上的四堂 有两次的课程已经顺利圆满地结束 恭喜师傅 因为反业非常好 无论我见到学员在上课或上课之后 都是在网上热烈地讨论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例如说原来八云楼是这样的 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又或者找一个挪奸去看楼的时候 第一分钟已经知道这家屋 你需不需要考虑的了 你说是否很实用 过去的几年是否很实用 其实最近坦白说是因为瘟疫 令我们感觉到九运已经降临 所以其实这个瘟疫之后 即是我们叫后瘟疫的时代 即是瘟疫完结了一段时间 就好像一个新的世代 好像来一样 第一就是因为要复原 第二就是一些新的秩序或新的看法 好像大量是涌现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的八字晨数 就更加成为大家 是很想学的东西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未来是怎样的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就感觉到 整个风水命理的潮流 特别是八字晨数这个潮流 随着我电台的节目 和在现在网站上面的节目 真的突然间是大受欢迎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新的灭孔 就来上货 这件事也是在网上上货 所以接下来我的讲座 是四堂 就是八字晨数的入门 以及明年年初的密宗班 亦是大家不断在问 是希望我提早教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需求 是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学到一门 精准的述数 是帮助大家可以 是运筹为厄和发展 未来几年的事业 真的有一种瘟疫之后 大家有一种很欣欣向荣 很激动 很刺激 以及很蓬勃的一种状态 所以今天为此 我特别教大家一套 是大家随时都可以占卜到的 一套的很实用 正如有很准确的一套占卜法 林妓 今天我教了什么 就是师傅在之前 电台有教过大家 教了大家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 我身边很多同事朋友 都每一次拿麻将出来打之前 都要拿出来占卜 连我自己不懂打麻将 我都因为这件事 来买了一副麻将 师傅 是的 你买了一副麻将 我都知道你拔了我的六只麻将出来 其实就是很多人打麻将 占卜之外 也是在家里面 炒了一副麻将出来 就是拿了六只牌 立即进行占卜 主要这段时间 大家都会问 第一个问题 通常都会问 就是移民 很多人都这段时间 想去第二个国家发展一下 到底好正不好 应不应该去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很多家长 都想问他们的子女 未来的学业是怎样的 因为未来可能是刚刚升 或是刚刚入小学 结束后就入中学 又停学了这么长时间 另外又问到底去哪家学校 如果移民的话 去哪个国家 甚至问应不应该移民 还是希望继续在香港 我经常说2022年香港 就完全和中国的大湾区 全面恢复 大家都在想 未来这一年 会不会在香港等待这个机遇 未来这段时间 很多人问什么呢 问股票 林杰有没有买股票 少少 长卷投资那种 我没有买股票 因为我们做述数 就不适宜自己投入 因为自己投入就开始不准 所以我就没有买 但是很多人就问 其实你想问买哪只股票 那只股票好还是不好 其实你一抽麻将 如果麻将是刺的 那你就买 如果是空的话 那你就不要买 很方便 不用做功课 其实这种麻将已经乘搭了你 应否是去投资 另外 我知道我很多粉丝 都是现在香港都流行 就是不流行结婚 就流行同居 而且很多是单身的 很多都问问是姻缘 甚至认识了男孩 好不好发展 认识了女孩 好不好嫁娶 甚至好不求婚 同居或是结婚 其实所有这些问题 都可以用六只麻将 全面解答 林记为何用麻将 你和大家说 为何用麻将 因为麻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面 是比较邪门的 很多时候我小时候听过那些鬼故 都是与麻将有关 换言之 到我们现在成长了之后 总是觉得在麻将里面 是不是会有个神在 还是怎样 他好像看不透 很不可思议 所以每一年过来 我们都看过一套电影 不断重复看 那套你记不记得叫 《Niku Niku》 记得记得 那套电影 加上后 王晶拍的《着性》 很多套有关于麻将的电影 其实都是说一个秘密 就是麻将里面 好像是个神 那个神很邪 所以大家其实 我们广东人都供应 麻将是一门很邪门的东西 其实除了我们中国人 发明是角髓之外 其实在日本 越南 和新加坡 包括台湾 打台湾牌 其实每个地区打麻将 都打到疯狂 以及都打了不同的章 无论如何 大家都没有办法参透得到 麻将为何里面那么邪门 所以就是借着邪字 所以我们就拿麻将来占覆 这样就更加是准确 令到你寄精四座 今天我们选了六只麻将 第一只我们打麻将时都知道有铜、索、慢 这三种子里面 大家就要选一只 最吉祥的牌 那只吉祥牌是什么呢 叫海底捞月 最吉祥牌 圆圈 好像月亮 这种叫一铜 一铜就是海底捞月 最后一铜代表吃到最大 所以是代表最慢子、铜子和索子里面 最厉害的一只 因为你没有海底捞鸟 更加没有海底捞鸟一万 所以这个一铜就最厉害的 所以这只牌 如果一旦我们占覆摸到它的说话 这个就是最好的 就是海底捞月 最厉害的 认住它 第二只 大家就拿一堆花出来 花里面你选择这一只 一那只或者叫春那只 通常春天的花 就是代表桃花 所以这只牌代表桃花人缘 这只就是第二只 第三只 介绍给你 就是非常不好 如果你摸到非常不好 如果你打麻将的时间 林杰不太熟 但你也略听到 如果三家都打了西出来的时候 第四家就有一样东西是不可以的 因为四个一起归西 归西是死的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迷信 如果三家都是拆的西出来打的时候 第四家是不可以的 所以西就是这个占覆法里面 是最恐怖的一只牌 摸到这只 就真的非常不好 代表着圆结或者那样东西 是结束的 即是如果这只牌 问健康身体这只牌 是绝不能摸 一摸一类说话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接着 你又拿出中法白这三只牌 这三只牌都是 在麻将里面最特别的 在这个六叫六星麻将的 这三只牌里面 这三只牌 就是红中 代表中神通 是好的 是代表你会用一些 很特别的方法 或者有人会出手 是会帮你 是终神通的意思 是代表会成功 而是有贵人来帮你 是仅次于这只一同之外 是第二只 是最吉利的牌 所以如果你摸到这三只牌 其实都是吉利的 即是红中 海德鲁鱼 海德鲁鱼 和花 这三只都是好东西 如果摸到西 就很突然惊 如果摸它 立即会有这样的挂障 所以由此我知道麻将是不可思考 即是西都不愿意走到我们这个方位 对 所以这只牌摸下去 都失手 接着在六星占卜学里面 法财和法版是不好的 法财 通常我们叫法 其实在六星占卜法里面 它是代表贵水 贵水是代表灵界 是代表是非 是非是代表三明星 所以这个法是代表贵水的贵字 是代表是水木 所以这牌 如果摸了 是代表是非 如果问一个人的健康 这是代表灵界 灵界上身 白板是代表一片皆空 是没有的意思 所以白板是代表空白 又叫做空亡 空亡的意思 就是没有东西 一场空亡的意思 大家占卜时 如果在家里有神坛 最好点一个香 然后拿下麻将过火 转三个血 然后放手 然后想求什么愿望 你想求什么的时间 然后开始洗牌 洗牌之后 大家就抽其中一只 其中一只出来 你到底问什么 你就可以去摸牌 例如林记问最近 你本身的财运好不好 于是你就抽一只 最好就不要摸到这只 因为这只代表是非 最近林记的财运是一样的 我求求自己的运 我就抽一只 看看最近的运好不好 好 多谢 最好那只 这是大家立即在家里试验的 非常准确 所以代表着 大家已经拥有了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是什么呢 就是你已经掌握到一个天机 只要你一问就知道 所以林记最近你投资 一样的 另外最近是非多一点 这个是代表着 是灵界的 现在我给你再抽一只 你又不要再抽那只 我不想 我们真的没得做马 你自己摸一摸 这个可能你没有摸到牌 不是你自己的器杖 我摸我摸 我摸我摸 你自己问什么 刚才问财运 接着就问未来的事业运 你不要摸一小 很紧张 你自己摸 我不知道 怎样 又是那只 即是说最近你都有一些人为人制的事是非非 我会检讨一下 这个就是法治 即是贵水的贵字 所以 这个麻将之谱非常准确 麻将本身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以前打麻将是管局仓的人发明的 所以那些菊仓经常用麻将来吃菊 所以就要打麻将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郑和夏西洋的时间 在船上发明这个麻将 也有一个说法 就说有一个人是姓曼的 叫曼饼条 这个饼是代表童子条 代表朔子 曼子是姓曼 他整副麻将原来是爱黎描写 梁山博里面108个英雄 原来他说到 每一只牌 就是代表梁山博的108个里面的英雄 好像我记忆所及 比如说 他九索代表九文龙史晋 八索代表武宠 即每一只牌 原来代表一个英雄 当然我觉得麻将的淵源是来自 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 和宗教家 一幸和尚 他42岁的生命 但他对中国的 坎如学 密宗 和科学的贡献很大 他当年应该发明一个叫做马钓 即是一些纸牌 打麻将的时候 攻打四方城 就是似密宗里面的曼陀罗 东南西北的四个门 似密宗的曼陀罗 所以 其实这个麻将马钓 是一行禅师发明的机会 我觉得都比较高一点 无论如何 在近代很多历史伟人 每个都打麻将 毛泽东 他经常在作战 都不运动 医生奉于他每日 就是打四副麻将 所以他都说麻将 是同红楼梦 和中医 是中国伟大的角色 所以 其实 你们认识的所有名声 和所有历史人物 其实 个个有空 都是打麻将 但是没有人 是试过麻将来占卜 你就是第一个 用六只麻将 可以知道 未来的运程 马上 找你副麻将出来